现在全台湾到底有多少的可疑肉品 您可能很难想象 刚刚苗栗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状况 还有在彰化这里也是 现在要来看的是云林这里 因为本土呢 现在猪肉的价格居高不下 中元节前一期还飙到了87.61 农委会为了稳定价格 就要求云林的肉品市场这里 先暂时先修饰个三天 25号开市 开市前呢 国内又爆发了这一期走私的越南猪肉流窜 其实这边的猪农蛮担心的 就怕这个会影响到本土猪肉的价格 肉品市场预估猪价应该还会再回降到83到85块左右 所以也强调这边目前的猪价问题 其实是市场调整机制跟走私猪肉没有关系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要来看在高雄这里 其实像是在这些岗山 他们其实也都有查到这些可疑的肉品 那现在呢 这个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就说了 就这些之前这几天 统计下来去送宴的猪肉当中 确实有不少发现是有非洲猪蚊 毛猪一头接着一头 走过栅栏称重 云林若品市场中元节号休市三天 终于在25号开市 陈销商说开盘价格有回稳一些 落在83元左右 会这么说是因为本土猪肉中元节前 因为需求量大价格飙升 8月18号时一公斤83.72元 过两天便85.78元 到了中元节前一天更贵87.61元 猪价飙高 因此农委会要求云林肉品市场修饰 来累积毛猪进货量调整价格 而开市前爆发越南走私猪肉 在市面上流窜 就有猪农担心 消费者会怕买到走私猪肉 进而影响到本土猪肉价格 肉品市场认为越南走私猪肉大多会加工成为香肠 热狗和肉干 而本土猪肉有履历 也有固定的销售通路因此很难混淆 也强调开市后本土猪价下跌是市场调整机制 和越南走私猪肉无关 华市新闻 雄本来东中风吴建宏云林报道